7月5号星期三 股票市场全面下跌 Dodgers跌了129点 收得34288 跌0.38% SPY跌8.7 收在4446跌0.2% NASDA跌25点 收在13791跌0.18% 分别跌0.38 跌0.2 跌0.18% 再来看一下欧洲方面 英国-1.03% 德国-0.63% 法国-0.8% 亚洲方面 日本-0.25 香港恒生-1.57 中国上海-0.77% 代表恐慌汉 轨离指数 已经升到了80 一般来讲 市场升到了80 就接近顶点 所以市场的短线 有可能向下 扑败的可能性挺大的 美元的指数 美元的指数 现在在103.35 比昨日 离拜一的103 略微升高 美元兑人民币 7.25 美元兑日元 144.63 美元兑欧元 0.92 最近 美国兑欧元 是相对稳定的 一直在 0.92 9.93 这个地方 但是 美元兑人民币 和日币 都是上升的 那么 这当然跟 美国的 利息上升 以及短期利率 也上升 有很大的关系 同时 按照目前的 消息 美国 会继续 加利息 只是 加利息的速度 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 还是在继续 加利息的 轨道上 那么 短期利率 目前三个月 美国的 在5.34 六个月 5.47 一年 5.38 两年 4.94 五年 4.25 十年 3.93 三十年 3.93 十年 到三十年 在 3.93 然后 六个月 到一年 在 5.4 左右 彼此之间 大约有 1.5% 的 gap 就是 六个 quarter 倒挂线上 仍然 十分 严重 代表 近期 短时间 的 outlook 是 不好的 那么 Community 方面 希德 都有 71.79 布兰特 有 76.25 OPEC 里面 苏俄和 阿拉伯 都决定 要 维持 减产 所以 油价 有一些 反弹 Natural gas 两块六毛六 黄金 1927 小麦 674 块 从技术面来看 SPY 目前在 在4450点 左右 前面的 主力 在4500 后面的 support 应该是 在4300 如果跌破了 4300 再来 就是4200 那么 按照 技术面来看 短线 SPY 可能在 4300 到4500 长线 可能是 4000 到4800 如果 按照 这个 理论来讲 当 SPY 突破了 61.8% 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 摊回 100% 也就是说 超过了 4300 点以后 SPY 是有回 4800 点的可能性 我们不具备 预测 未来能力 不过这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 技术分析 那么 投资的原则 其实不是在 浪费时间 预测 未来 而是要 确实掌握 投资的原则 坚守 投资的原则 投资的原则 就是 低买 高卖 品质 管制 长期持有 然后 要在 市场 大家都非常 恐惧的时候 逢低买进 同时 让大家都 非常乐观的时候 要 减持持有 那么 在 目前的 市场 基本上 比较 大的 challenge 除了 通货 膨胀 CPI 和 这个 联储 继续加利息 之外 最主要就是 经济 基本上 是有一些 不景气 美国的 制造业的 PMI 已经降到了 40出头 这是非常 不好的 也就代表 制造业 是其实 已经低于50 很多 是在衰退的 因此 在 目前的状况 还是采取 一个 balance approach 作为 比较 合适的 一个资产 配置 我是 萧英翔 我的电话 73 9883 888 谢谢